我比較陌生的部分 不過有關於地方 我們NCC的業務 我是不是可以用一點時間 跟我們蘇主委來就交 請主委 我們也相信 我們這個寬屏 我們這個電信匯流 已經速度非常的快 快到其實 我們已經不是用LKK就可以來形容了 幾乎已經 快得很快 然後這個幾乎還留在底層 還很底層 那這一塊當然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 但是還是有成年的 成年的沒有辦法去面對的問題 我要簡單來講 就是基地台的問題 那像這種基地台的問題 我記得在99年12月28號 我們有頒布一個行動通信 網路業務基地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 那第五條當中他是這樣講 有得標的業者或經營者 申請新設室外基地台架設許可的時候 應檢據基地台架設的清單平面圖以及立面圖等資料 複製架設地點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那可是呢我們地方上還是常常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民眾在抗議然後呢地方政府包括地方的鄉鎮區公所 包括縣市政府直轄市政府 兩手一攤 這種有了NCC之後都說那是中央NCC的事 然後呢就放著就不管了 那我不曉得這一塊到底我們現在頒布的這個這個這個管理辦法到底有沒有發揮什麼樣的功能跟作用 我請我們直接管這個方面的處長來說明 好 報告委員那個江委員那個好 呃這部分呢其實以前的程序上面的話是先本會審 那然後再複製呃地方政府請他們看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那因為為了節省這個整個作業流程的話呢我們現在就平行 那就是複製的部分跟到本會來申請假許的話呢是是兩個同時 那這部分是希望說在地方政府針對這部分他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用地或者雜像執照等等這相關規定看看是不是符合 如果說是沒有問題的話就就他就可以盡快建設 所以這部分的是整對檢證辯明的部分你您看來現在是平行的同步在做 但是事實上老問題還是老問題 因為民眾現在已經十幾年來了我們這個基地台這樣子的架設其實已經是一二十年來的事了 可是民眾對於基地台還是像洪水猛獸一樣的擔心害怕 那這到底是問題出在哪裡 這個這個另外的部分我們每年其實有例行性的到地方公務機關 還有在學校我們都有做宣導那希望說民眾能這對部分能夠有一個正確的認知 問題是什麼是正確的認知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在當市長的時候 包括很多里長就跑來很多這個居住宅不是設在這個房子的高這個這個頂樓 甚至於在室內一個空屋啊他們就可以放他們的基地台 那這種基礎上的我們真的是不懂但是民眾就是恐慌 這部分假如說我們知道的話一定取締 所以說這部分如果說有人檢舉我們一定去處理 我的印象當中好像一直都是不了了之 不會應該都我們有山區處在每個地方都會有取締 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具體的再請教您就教您一些問題啊 難道我們沒有辦法去整合各家的基地台的設立嗎 需求者 這個部分我們主委就很重視了一個政策就是共購共戰的部分 這個其實我們也目前各家業者的基地台加起來可能有三四萬個這個製造電台 那實際上我們大概現在已經到了供值的部分已經到一萬兩千個一萬五千個 對不起啊主委我讓您看這一個這是3月14號我們地方版的新聞 對有一個那個報道上登了一個非常高的基地台 是啊其實他臨近就已經有一個基地台啦所以你們這個所謂的共戰的這樣子的共購共戰 事實上你們並沒有真的在這樣做 因為他要設這個戰的時候他一定還是來跟你們申請嘛 對 但是事實上他臨近就已經有一個戰啦 那你們還是准他啦 問題是出在哪裡 是我想請我們北區處長來回答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關於那個板橋那個福州橋附近那個基地台那件案子 我們好像有跟委員辦公室這邊有聯絡過 他原則上我們會跟業者這邊他是一個微保電信的 不是我現在問題是說你們的共購共戰這個是既定的做法嗎 對對對 但是怎麼會人家來申請的時候你們就不知道說 喔臨近已經有一個你們沒有說你跟我辦公室講說 你們希望協調讓他能夠共戰嘛 對對對 但是為什麼在申請的時候就不先預作協調呢 一定要一定要造成民怨了 然後呢動不動呢草菅人命基地台電波殺人 你們就一而再再而三這樣這個錯誤的觀念不但的一直複製下去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我們原則上是在設置的時候我們會先請業者跟當地的民眾先做溝通 那你認為他們有做嗎顯然沒有做嗎 不過我們會有給他一個確解釋 不是不是問題我的重點你還沒有聽清楚是 你們共購共戰是你們的基本上的原則嘛 那基本上他來申請的時候你們應該難道不知道說 喔附近其實已經有一站了 不要講說他先跟民眾之間的協調耶 他跟其他站的那個已經繼承事實的站的協調 難道你們不會出來預作協調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我們是盡量會朝共戰共共這方向來跟業者來做協調 不過有一個情形因為每一家業者他在那個基地來設置上 他的一個規劃可能會不一樣 有個案呢有一兩家可能會不一樣 不是我的意思你現在聽不懂 你現在給我的回答是說你們現在朝向去協調讓他們共戰嘛 然後讓他現在這個站就可以取消嘛拿掉嘛 可是問題在申請的時候為什麼就不能夠先做這樣協調 一定要先惹起民怨 然後人家再來把你們這個傳播這種錯誤的訊息說 電波直播是會殺人的是會草菅人命的 就包圍我們會盡量朝剛才委員這個方向來 不是你不要跟我講盡量嘛 你們像是你剛剛告訴我說你們主委就是希望你們就朝這個方向去做 顯然你們沒有在這樣做嘛 不過這跟委員幫因為有些個案就剛才跟委員幫 因為每一家業者他 那你為什麼現在告訴我說你可以去協調他們的咧 就是說因為他的可能他當他基地來設置 他每一家涵蓋器會不一樣 等於說他的pattern不一樣 不是嘛我的意思是說當我們來跟你反應的時候 你不是告訴我辦公室告訴我說我們來跟他協調 讓他們能夠共戰嘛 表示這個是可行的嘛 那為什麼之前就不先協調好了呢 因為案子可能很多案子 可能我們沒辦法組筆去一家一家 我們大概只能說 現在電腦上你們那個布點應該趴一出來 地區一出來就有 你們這個回答人家沒有辦法接受 我了解 不過我們跟委員幫我們會盡量來協調 這個案子 不是這種盡量 我現在告訴你們 你們為什麼基地產一直照人家的恐慌 就是其實你們不是不想把它做好 而是你們在口頭上在方案上你們都這樣子做 但是事實上你們在第一線的這些人員 沒有這樣子配合你們的政策在做嘛 跟委員幫我講 因為那個基地臺真的是太多了 可能我們第一線的人員可能沒辦法說 他在附近有哪些 因為可能我們那個太多案子太多 可能也沒辦法 不是那你們現在通訊網 你們電腦不是一上去 秀再多的點 全省全國就是幾萬個點 那個區域放小區域 然後馬上這附近有幾個點 這個一定馬上出來的嘛 這不是很困難的技術耶 跟委員幫我們這個會把它處理 處理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謝謝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那個共戰共勾非常重要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用公家機關的那個建築就地 能夠處理這個問題 盡量減少民怨 和民眾的恐慌 這是最重要的原則 我想委員剛剛講的那個case 還有就是我們原則的落實 我回去就請他們 我把它清點出來 然後剛才那個case我就請他們處理 我想委員這個地方講的是對的啦 就是能夠用共戰共勾就先用嘛 對啊 用公家機關的那個建築 因為已經通過是可以用 因為業者他如果知道他的利益所在的時候 他會想盡辦法跟其他業者 他們自己就先去溝通 你們就負責說你們就來開協調會 你們今天不這樣做 我就是不准你 對 我想事前做啦 事前做啦 因為這個重要的是說 不要說出了問題然後才解決 有時候來不及了 對因為你們就是因為一而再 再而三的去複製這種讓人家惱人的 恐慌的然後不開心的 不愉快的這樣的經驗 所以電磁波到現在還被污名化 還被污名化 如果連我們主管機關都沒有辦法 那這樣子好不好 還是我們以後乾脆就修法 在修法臨近基地要多少範圍內 如果沒有整病的話就不得令社 要不要這樣子明確的去修法 這個部分我想是 可能是要看現場的那個情況啦 對對對看現場的情況啦 對啊問題你說主委 你說要看現場的情況 可是你們連到電腦上去抓一個區域範圍 來表示說他們就在臨近 你們都都認為這個 這個太多案件了 那個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的資料我們有 就是說那個到底機台的分佈在哪裡 這個我們有 這個我們有 然後我要跟委員報告的是說 因為每一個基站 這個基地台我都了解 他放的那些就是相關的發射的頻率 其實有的時候他有不同的整合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剛才一時之間很難 所以你們要盡量去協調嘛 所以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啊 你知道最近那個網路上跟臉書上啊 現在呢大家在傳言一個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啊 你知道現在電話啊 這個家用固網電話打1200要做什麼 您知道嗎 不知道 我不清楚 最近聽說中華電信啊 現在這個費率啊 本來是三分鐘一塊錢是不是 對 然後那個現在通過說 變成五分鐘一塊錢 可是沒有主動調整 要我們民眾自己 用固網電話打1200 然後順著他的語音系統 然後不斷的去做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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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按多少 然後你們家呢 就可以從下個月開始就可以便宜你們家的 這個通話費 有沒有這樣的說法 銀管處長來 請回答這個部分吧 對 我想這個消費者權益的事 報告委員齁 我想這個方案實行大概十來年了 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原來的那個有上網型的 早期 早期那個我們還停留在波階上網的那種時代的時候 為了這個有去十分鐘一塊錢上網型的這樣 讓消費者可以選擇說 我聲稱我是上網 都是做上網 所以這十年來 其實就為我們消費者在著想了吧 可是我們消費者自己不知道耶 這個部分 而且沒有辦法從源頭就去設定 還有我們一家一戶自己去做這樣的設定嗎 是不是這樣子 我的意思說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部分實際上 那如果說我十年來 我都不知道要做這樣的設定的話 我是不是多繳了十年多的電話費 並不是這樣 因為這當中有一個 也就是說如果你還是三分鐘一塊六的這個部分 是可以抵月租費可以抵通發費 那你選擇上網型或者是比較優惠的那個選擇性 有ABC 可是我家裡面我不知道我怎麼符合這個條件耶 那個部分是我想這個的宣 那個宣導的部分 因為這個案子是非常久以前 對嘛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記得我已經也聽過怎麼最近怎麼 怎麼網路上臉書上又再這樣子傳播這些東西 因為那個部分實際上是 當你選擇BC的方案 你是對於月租費抵 四化的通發費 就沒有這樣的優惠 是有差距的 現在變成五分鐘 一塊六的那種情形 是有差距 這樣子好不好 我在板橋一百二十六個里 我找一個里的里長 那你們就負責請你們的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你們就來叫他們去理解一下 就一個里就好 沒有問題 到底這個里的民眾 知道他有這樣子的優惠 有這樣子的權利的到底狀況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把它的實際的 比較的情形 優缺點讓里民知道 所以並不是說我任何人都可以 這個這個撥個一二零零 然後每個人就可以下個月 就減少這個通話費 我想那樣的選擇是 是按照原來的規定 但是這當中的差異 不是 這麼簡單算的對不對 不是您剛剛所講的那種方式 如果是這樣子 早就 全部都 像我就沒有 像我本身 沒有選那個方案 但是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我現在雖然今天這樣在救救你 我自己還搞不清楚 我家到底要不要這樣弄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要宣導 十年多了還要再做宣導 因為這個部分基本上也就是 當時看到之後 像我也看過那樣的方案 但是我還是沒有去變更 因為你們本來就在這一行裡頭 在這個領域的 那我問你 你這樣子這麼好的 用這麼好的可以選擇的方案 那為什麼民眾 我想這個部分會和我跟 請教委員 我們派專人去做說明 謝謝蘇惠謝謝